哈喽 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好久没有跟大家这样子 非常轻松的聊天 现在呢 我在长治 长治的莲花语 今天是第四十次的燕共法会 早上我们修了莲师药师佛 非常的殊胜 非常的吉祥 非常的有加持力 真的很棒 这里我现在守在的地方就是长治的莲花语 大家假日愉快 还没有完全过完年 马上在下礼拜呢 就到了农历的十五号 就是元宵节 那不要忘记元宵节是许愿最好的日子 这两天把自己的心愿整理一下 然后呢 到了十五号月圆这一天呢 可以来许愿 那现在我在的位置是屏东 长治莲花语 就是我们未来莲师殿的所在地 那现在我在的是第一期的工程 这种刚盖好的佛堂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呢 本来来这里参加法会呢 都是 都是搭帐篷 都是搭帐篷 那 所以呢 我就想在盖正式的佛堂之前 我们先盖一个临时的佛堂 那现在呢 大家看到的就是第一期的佛堂工程 嗨 香菱好 佳文好 大家好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非常开心今天到南台湾 天气非常的舒服 我觉得冬天的话呢 台北的人应该来这个 长治莲花语 来这里避寒 非常的好 那在这里呢 有一个我画的真基 就是莲花生大士 这个背后呢 是一幅油画 这是我画的 莲师 莲花生大士 可以给大家参观一下 我们这个是 我现在所在的是小阁楼上面 就是长治莲花语的阁楼 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来 看一下 这是我画的哦 因为它带太大幅了 我没有办法把它带去法国展 不然我真想把莲师带到法国去展 今天修的是莲师药师佛 每一个月有一次 那二月呢 就是在今天举行 恭喜发大财 恭喜大家 新春快乐 而且呢 长治莲花语 是过完年的第一次的烟共法会 你现在看到的 因为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二楼 我站在二楼的地方 那楼下现在有一些信众 他们在用午餐 好 是不是非常的庄严呢 这只是我们的第一起佛堂哦 正式的佛堂还没有盖好 今天有个非常殊胜的八宝饭 给大家看一下 很好吃我已经吃掉一盘了 这一盘呢是借来的 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吉祥八宝饭 八宝吉祥饭 来 我把镜头转过来 好 现在看到的是 来 这个是西藏人过年呢 一定要吃的 它是一个 就是 类似面粉 然后去炸的 我想我们台湾应该早期也有 但他们西藏人 很爱吃这个 而且呢 但西藏空气很干燥 所以这个 他们可以放一个月 也不会坏 而且很脆 非常脆 那这个就是八宝饭 那在西藏 他们会用人参果啊 用很多西藏特有的食材 可是在这里呢 没有办法用到那些食材 所以这是扎西拉玛的手艺 他用了 有用了很多葡萄干啊 蓝莓啊 小红莓啊 还有很多的坚果 非常的好吃 而且最主要是呢 非常的吉利 这个呢 在长治莲花雨 我们这里已经办了 今天第40次的法会 是第一次吃到 是第一次吃到 所以呢 今天来参加的朋友呢 非常的 运气很好 运气也很好 连我呢 在这里都第一次吃 那当然我过去在西藏 吃过很多次了 那现在呢 我从二楼呢 下来 带大家呢 到一楼来看看 然后也可以看看外面 因为过年前呢 我们的工程呢 就是如火如土的在进行 然后可以看到有些朋友 供养了一些宝瓶 现在都一直在加持当中 一直在加持当中 然后这里也有我画的画 可以给大家看 我们这个长治莲花雨 真的很舒服 光是中间挑高有8米 光这一点我就自己很满意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有这些宝瓶呢 都是很多善性大德来供养 那后面的金刚舞呢 也是我的油画 也是我的油画 这个是由三章100号的油画呢 拼出来的 然后后面还有一颗花 有没有 这样可以看到这个场景 这个只是我们莲花雨的一个小角落 我把镜头切 看一下看 好 这里呢 这就是四大金刚 这是跳金刚舞的一个 那后面呢 就是雪山 雪山 所以这幅画呢 我是一边练奏 一边画出来的 很有加持力 那这个宝瓶呢 前一阵子 我们有让大家来供养宝瓶 那可能呢 我们看看数量 还差多少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再算好数量 再让大家来继续供养 因为呢 我们为了要供这些宝瓶 还要特别跟建筑师讨论 因为我们宝瓶不是随便丢进去的 而是我们做了一个地工 来供养这个宝瓶 那等可以再继续发愿 来扶持这个宝瓶的时候呢 我再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今天就不特别介绍了 今天呢 就给大家看看 这个第一期工程 我们已经干好了 好 那接下来你看到的画面 就是我们第二期 也就是我们正式的联施殿 那我们这个地点呢 经过40 今天第40次的修法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在这里修法三年多了 养地也养三年多了 所以这一块地呢 呃 持场非常的好 非常的殊胜 这个是我们未来要这个 呃 这个道场 是长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 呃 不是非常外观 不是非常的藏传 那也不是非常的显教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建筑 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透由这个建筑物里面 所办的各种活动呢 让大家 呃 法喜充满 然后福慧双修 好 然后呢 呃 就是一个很舒适的空间 哦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怎么样 我个人在这里 我都不想离开 我超喜欢这里的 然后呢 我来介绍一下这里的 呃 这个佛殿里面 有三大法皇的加持 然后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佛殿 那希望呢 呃 大家看到我的直播 有机会呢 也可以到长治莲花雨来 参加这里的法会 嗯 我觉得 早上搭高铁来都可以 因为呢 很多出家人就是搭高铁来的 好 首先呢 这里有几个法座 那我们看到中间这一个法座呢 中间这一个 这是钥匙七伯 钥匙七伯 所以呢 看到这钥匙七伯呢 就可以观想 自己呢 的身体疾病呢 得到了很大的加持 那么最大的 上面这一尊金色的钥匙佛呢 是左倾法王的加持 这是来自西藏的钥匙佛 这一尊钥匙佛 金森的钥匙佛 你看他右手有拿一个磕子 有没有 这是一个圣物 然后呢 他的左手拿了一个宝皮 这个就是钥匙佛 所以很好认 任他手上拿的书圣物就知道了 那么下面这里有一尊呢 这是莲花生大士 你看这个小小尊的 非常的庄严 这个是 第七世的 零马八的教主 葛泽法王 送给我的 希望加持莲花语 那另外还有这个法座 您会发现这个法座 特别的大 特别的吉祥 这个是台中的一个白玉中心呢 捐给我们的 最主要呢 是因为上面有 贝诺法王做过 贝诺法王曾经在这个法座上呢 加持灌顶 所以呢 非常的有 有加持力 非常的有加持力 然后我最后呢 带大家看一下 外面的这个 这个情况 那我们这里呢 修的法跟台北不一样 这里主要的修的都是 药师佛 药师佛 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法本 都是跟台北不太一样的 这里最主要就是修药师佛的这个福藏法 哦 我们早上修了一本这个红色的法本 然后还修了一本 绿色的法本 这个都是药师七佛的福藏法 所以非常的殊胜难得 当然呢 还有修了另外这一本 这个是台北一定会修的 所以呢 这里的修法的方式 跟台北有一些不一样 现在我带大家到外面去 现在外面的天气大概几度啊 你们感觉几度 三十度 三十度啊 我的妈呀 现在三十度 现在三十度啊 可是为什么不觉得很热 觉得蛮舒服的耶 有点风 有点风哦 太好了 太好了 就是我们从佛堂出来 你看我还盖了一个遮雨棚 万一下雨的话呢 也不怕 那这个是下午要腌供的道具 正在准备着 那在过年期间呢 我们这里呢 填了三千公顿的土 三千公顿的土 为了未来的建筑 因为这一块地呢 以前是种凤梨的 所以比较低洼 这一块地呢 以前是种凤梨的 所以很低洼 那我现在背后的这一块地 那我现在背后的这一块地 就是未来我们盖 连施店的主要的 正店的这个地址 就在我们的后面 那我们这一块地 现在呢 已经申请地号 已经有正确的地址了 你知道吗 我们是 屏东 屏东县 屏东县 常志乡 荣华里 荣华村 荣华村 然后信义相 信义三相 信义 信义房屋 那个信义 信义三相 十二号之一 一二一 一二一 所以呢 大家呢 如果想到这里来呢 就可以跟我们 同仁报名 或者高雄门市 那另外呢 就可以 Google 如果你自己要开车 或者骑车 来到这里呢 就可以Google 所以呢 这一个建筑物呢 已经完成在使用了 我的眼镜 是那个近视眼镜 可是它遇到太阳 会变色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栋楼的外观 其实呢 我们只有一楼 可是因为我们飘高很多 所以呢 这个是可以让大家看到外观 那现在我们有很多志工 来挥挥手 志工朋友们 挥挥手 大家都是无私的奉献 这个是我们 我们的那个 那是余主任是不是 戴斗笠那个是余主任 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工程的 帮我们 负责监工安全的 挥挥手吧 呵呵呵 真的一个事业的成就呢 就是要靠这么多的大德 靠这么多的菩萨 还需要很多粉丝的支持 就是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的佛行事业才能够 越来越顺利 然后 越来越吉祥 然后也希望所有看到 这一段直播的朋友 都 这个有缘 福慧双修 共成菩提 祝大家身体健康 生活圆满 人世间一切想熟的 心想事成 这是第二 很累 结束我们的直播咯 下次有空再跟大家聊 拜拜 等一下要教大家气功 所以呢 一点半法会就开始了 一点钟呢 要跟大家一起来练一下气功 希望新年头有一个好的开始 拜拜 拜拜 哎 我没有结束